大家好,歡迎回到廣東話軍事頻道NHK 我是你的主持 Larry 今天想和大家討論《月光女神》這部機, Artemis 為何討論這部機呢? 因為小弟最近都在研究聯合作戰的情況 因為經常討論美台建交、美國駐台 我也有研究多了 例如說台灣和美國的軍眾如何整合 聯合作戰指揮應該如何處理 不同的軍眾如何協調等等 我也在研究一些戰術和戰略的東西 突然發現陸軍這幾年事實有很大的進步 陸軍始終沒有一個有效的空中平台 所以這麼多年來都受制於高空上的偵察 我們稱為ISR的情況 我們經常說懲監精 懲監精在三件事中做得不好 其實對他武器的精準度是有很大的影響 偏偏陸軍又有任務 例如導彈防禦、遠程打擊等任務 你又不可能一支火炮射進去 然後誤差非常大 很難交代 始終你是全世界最強的軍隊 所以精準打擊都成為陸軍改革的方向 但你要做到這樣 你真的要在戰場態勢感知 要做得非常好 所以不能夠再用它傳統 要借海軍和空軍的平台 例如我們所說的E8、E3、EP3、P8、P3 即是你再問它們取得 第一,你要看連息 第二,你自己自強都要發展這些系統 所以你見到陸軍 他都真的會看的 那陸軍真的沒辦法 因為現在流行這件事 叫做JADC2 Join All Domain Command & Control 什麼意思呢? 就是一個聯合的多領域作戰 當中無論是Command 或是Control 你都盡量要多領域 例如海軍和空軍聯合 空軍和陸軍聯合 加上海軍陸戰隊 四軍聯動 所有大的作戰都要在一個大的顯示器裡面 這裏的作戰司令就會看到 然後在指揮戰場上 每一個載具都能夠快速反應 這固然是外星科技,非常之強 這個我們都經常說 中國和俄羅斯能否追到美軍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就是你的指揮系統 能否將你們的戰鬥能量發揮到100% 甚至超越100% 因為我們都叫做協同效應 英文就叫Synergy 這個JADC2陸軍偏偏是最弱的 陸軍的系統也不太 compatible 跟其他系統 所以對他們來說 整合真是非常重要 但偏偏 你會知道 他們就是沒有這麼漂亮的平台 例如你見這些 例如E8C 我想說這部空軍不想要 這部E8C 其實已經在國會那邊 經常都說 接下來不要 因為他們有些新的 叫ABDM 就是在戰場上 有一個更先進的監察系統會走出來 但是國會大爺就問他們 你有沒有一個具體的 沒有的 只要吹的空軍 所以國會大爺傾向不讓他們 將E8C退役 如果你沒有拿一部實實在在的東西 亦都證明它是比E8C好 你妄想可以將E8C全部退役 E8C也不是很多 十多部 記得十六部 你逐格退役 其實都會影響到空軍的能力 所以這個懲監精 ISR的能力 美國空軍現在的E8C 還要保持著這個能量 當然我有一個看法 就是現在E8C 有沒有機會全數過檔 給了陸軍呢? 這個不肯定 但如果陸軍要了的話 對他們來說當然相當不錯 所以這個月光女神 都值得我們輕微說說 月光女神這部 首先第一是雙部機 尺寸又不太大 所以非常靈活的作戰情況 但是它不可以去高強度的地方作戰 空軍不喜歡E8C的原因 因為它不隱形 不隱形亦沒有防衛系統可現 所以在戰場上的生存能力非常低 陸軍其實都不能嫌 因為這是有和沒有的問題 它以前有一部比較差的情況 現在這部有了這部商務機改裝的 Bombardia這間公司改裝的飛機 速度OK的 差不多900公里一小時 雖然不需要超音速 但是飛得算快 亦飛得不低 大概4萬呎左右 3萬7、3萬8左右 可以載12個人 航程未及8千公里 7千多公里 其實都夠用 所以對陸軍來說 7千多公里就是天文數字 因為你知道陸軍通常是 千多至二千公里內 左右遊翼而已 再加上它現在的任務裝備 例如我們說到 它一個叫做 High Accuracy Detection and Exploitation System 我們叫做HADES 其實是一個高精確度的偵測和運用系統 再加上對地數別的雷達 以及一些電子情報接收器 即是將附近的電子情報 一覽無遺地拿去 所以對附近的地形 例如一些戰車 坦克車 即是導彈卡車 發射東風飛彈這些都可以看到的 海面上有潛水艇的地道 如果有雷斯雷面的準備發射飛彈 也有地道 所以對陸軍來說 這個叫做Deep Sensing 這個叫做深度感測 真的相當之不錯 但你要去到E8C 當然會差一點 Anyway 接下來這一部 Artebus似乎會部署在西太平洋 而陸軍事實 除了反空戰後 現在都重新聚焦很多大國衝突的狀況 所以他都要建立很多地址情報 去確保未來的多領域作戰都有優勢 當中他在多領域作戰之下 陸軍的任務就是 要確保一些彈道導彈的防禦 一些飛彈的進攻 遠程打擊等等 所以他都不可以抬慢 老實你也想到 如果要做彈道導彈防禦 或者遠程火力打擊 你怎可能不精準呢? 要精準當然要有投入 要投入的話 要對戰場的態勢感知非常好 那你有什麼感應器最好呢? 當然就是空中平台 空中平台是快速可以調配到現場 以及安全撤離 所以對他來說 這個月光女實實在是不宜之旋 但現在看到美國陸軍有很多項目 百費待舉 但他們事實的預算 這幾年做得相當不錯 他們有很多東西 例如他們有些長程火力的項目 要做 接下來要換他們的新戰車 新直升機 Simon 興說過Vara和Flara 我們有機會會跟大家說 陸軍網絡發作戰情況 這就是牽涉剛才我們所說的JADC-2 防空飛彈、彈道飛彈防禦 這個我們也要說 單兵戰鬥力都關他事 所以就有很多東西要處理 不過我們先說幾件事 第一個就是長程火炮系統 其中這個位置就是大家經常說的自走炮 自走炮 他們將射程增加 由20公里增加到40公里 聽起來好像不太長 但其實以火炮來說相當誇張 他們將來做一方面的情況 當然還有很多事情要做 另外他們就要把HEMAS 多管火箭射程增加 其中一個是兩飛的ATACM 這個導彈艙 可以發射兩飛 這個射程達到300公里 這個也是對陸軍來說 一個很大的提升改善 這個甚至乎海軍陸戰隊 都將會非常好用 當然這個都會是 你看到這個叫做超遠程加龍炮 這個超遠程加龍炮 這個是想像圖 實際上都沒有人知道 這個要射到1,000英里元 非常恐怖 1,000英里元 大概1,600km 這個真的裝載在東亞盟國 日本南韓 甚至台灣的攻擊力 都會非常誇張 大家看到射程 嘩,打到無緣弗界 都頗恐怖 你看到在北面 你覺得射到非常遠的地方 就算你再看下一張 你看到打到華南的位置 整個華東、華南、華北、華中 都差不多是覆蓋的 而且射到香港 當然,你會看到很多國家 未必肯讓它擺放 你也要看有什麼國家肯讓它擺放 另外,高纖音速的武器 這些載具 他們之前也試過 這個也是陸軍統籌的 所以大家看到 嘩,它做這麼多樣東西 你說真是事實 如果沒有遠程火力 即偵測的情況給它 你說怎麼做 所以這個Artemis 看得出對它們來說 真的非常之好用 如果它們可以有了這個Artemis 以後偵測的能力會大升 所以對它們接下來的武器精進之外 生存率也會非常之好 我們會看到 接下來它們應該會繼續買多些這些電蒸機 之後會再將它改造 似乎會將所有設備擺放在一些大一點的平台 例如波音737客機 如果真的做到這樣 真的可以再進一步擴大它們的電子偵測能力 陸軍接下來 它們的角色的改變和海軍陸戰都一樣重要 適應二十一世紀新一代的作戰效能 我祝願美國陸軍旗開得勝 真的可以由這個電蒸機Artemis 開始提升它們的電子作戰能力 令到這個軍種可以長造長遊 始終美國陸軍都為整個國家建立過漢馬功勞 沒有理由因為新科技的帶領下 就慢慢釋述 這就是我們今集的一些分析 大家喜歡就記得按鈴鐺 以及要記得訂閱 大家要回來了 我終於回來了 所以大家要快點呼朋喚友 叫他們回來了 另外有些程式分析 我們有時都盡量做 另外有廣告大家麻煩看看 另外可以有一個Patreon會員頻道 大家也叫朋友幫忙訂閱我們 三多元一個月而已 只是很少錢而已 但你的幫忙真的可以幫助我們 Local自副製作 我們都現在看看自副製作 有朋友說過有些聲音輸入 我們正在研究的情況 暫時看 後勤輸入也有一定的情況要做 首先多謝大家 可以看看廣告或者訂閱頻道 在另一節我們再見 我們主持Laria 拜拜